这五天 就连睡觉 脑子里都有无数载意在说话 应该是新女朋友 不是好成是少成的新花 要钱呗 你就是为了严重 你哪能能要 你坐到这儿 突然什么事都没有 当掌权者以粗暴的方式 违背我们意愿的时候 我们常常惯性地选择屈存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那样 你接受她的追求了吗 她是不敢反方拒绝 你认为她是情人关系吗 还是压根就没想过反方拒绝 你嫁给我 那是我最不甘的一个 你没有受过一个脖子 你认为自己被侵害了吗 由于你没有确定 她表示过拒绝 她就会变更加的 她不接受的话早就拒绝了 要声不语 不就是接受了 被人羞辱被人轻贱 我身上就像刻上被糟蹋过的词 你眼里的白加她的眼里 也是黑的 别人眼中的黑或白 真的比活着还重要吗 强加最大的意义 不仅是告一 更是站出来发声 你认为他们说的那个是你 你眼中的自己 我眼中的你 别人眼中的你 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你伤害了我 违背我意愿 侵害了我的身体 你自以为是 给我的所有好处 我都不愿意接受 我们与之斗争的 是我们心里的 落实 是还未遭遇 掌权者的碾压 就选择屈膝下跪 我可以说到自己的人生 但两个孩子是无辜的 当他树立起一种 强大性面后 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 对侵害 勇敢地说 不 这次 我要站出来发声 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的声音